王文 wasn't in the right war 其实在我们学生的那个阶段 差不多就是回到1990年代 但那个时候台湾其基本上 也才介ี所以呢过过没有多久 所以我们跟世界的资讯的获取 或是跟世界的连结才刚刚起步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对于当时的这种 如我们这样的信心学子 我们希望能进一步有更多的学习 基本上运从太多的资讯 甚至我觉得我在 我还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 虽然我念的是传播 主修是电影 可是我对当代艺术是很有兴趣的 那个时候找资讯 大部分都是借由去美术馆看展览 然后自己搜集一些 相关的书籍来阅读 那不像现在的人 当然都有网路资讯可以去找 所以那个时候 即便对艺术有兴趣 可是也不太知道说 到底我们的学习管道在哪里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种比较属于土把的银行 比方说自己找书籍来看 然后看展览 然后再来就是认识一些 跟这个艺术的同好朋友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策展人 这个名词差不多是在1995年的时候 应该94年95年 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完 然后当兵要出国之前 那么因为当时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在画廊 在一个空间待了一年 所以那时候我碰到认识很多 这个资深的艺术家 还有很多在80年代 从国外回来的艺术家 听到我这样的名词 那我觉得跟我自己来讲 也是我自己也蛮有兴趣的一个跟策划有关的工作 即便是如此 我们知道了 还是没有一些系统化 系统性的这种教学的知识可以获取 所以出国之后 慢慢的可以从学校所学习到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我们刚开始其实都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去认识艺术 然后从拜访艺术家议事艺术家 了解这个艺术的生态跟环境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不管在以前在这个画廊里面 或者是出国的时候 或者在这个类似组织工作 都是从做中学 从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实习或工作的地方的主管 请他们教我们 用这样子甚至有点学徒制的这样的概念来学 那么后来回到台湾来之后 因为就直接投入到了这个艺术工作里面 策展工作 那个时候 因为相对来讲资源就比较全面 我们就可以从整个展览的执行 预算的编列到人力的安排 乃至于误书安装 保险 还有做相关的宣传 教育活动 等等之类的 都是从我回国之后 有机会进入到这个 富邦艺术基金会工作 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一个观照 然后对我自己在策展上面的工作 就增加了很多的学习机会 我开始想到说 策展人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真的 我投入到所谓这个职场艺术工作里面 你发现你所做的工作 基本上一个人要包山包海 那这个包山包海 让你自己就有意识到说 你在策划的 你在做展览的同时 其实你想的不是只有把 一个展览做出来 你更多要去思考到 它这个展览如何能发酵 它如何能影响 它如何能诱发 大家对于艺术的兴趣 来自己学习 甚至影响我们观众 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验当中也发现 我们常讲学而知不足嘛 才发现说 以前在学校所学的 学院所学的 你真是进入到了职场当中 好像不够用 甚至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当代艺术的发展是 其实是瞬即万边 它完全的跟这个时代的发展 跟迈动是契合在一起 你若是只是在你的 运用你在过去的学习的经验当中 来作为回应这个世界的方 回应这个世界的话 好像是不够用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说 好像我过去所学的 现在用在我真实的生活里面 工作上面不够 所以因此我们在那个时候就 因为已经进入到职场 然后那个时候台湾的 这个环境里面 大家对策展这个工作 开始有一些讨论 那个讨论不则来自于 所谓艺术产业 也来自于学界还有媒体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自己就开始 我自己就开始意识到说 怎么样可以把所学的 所经历过的 所参与的 可以系统化的把它 作为我在这个领域里面 工作的一个基础 对所以大部分 意识到的时候 就是我进入到职场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我真正的可以 发挥我自己的所长 自己作为一个策划的 这样子的行政人员 我怎么样把握自己的兴趣 我自己的所学 还有我自己觉得 关注的议题内容 借用展览的规划跟思考 把它呈现出来 跟大地对话这样子 我觉得当然 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说 艺术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觉得很多艺术节情话 我觉得有它的正向的意义 当然也有它负面的一个 这种状态 那我先就正面来看 我觉得政府它愿意 提供一个相对来讲巨大的费用 来将当代艺术跟市民的生活 乃至于空间结合在一起 那增加了这个艺术 它被民众理解认知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渠道 我认为这个是 在意义上是有它的积极念 那此外再来就是针对 这个叫做艺术家 艺术家他可以走出他的工作室 将作品放入到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来 甚至很多的作品 他其实是可以走不到社区 走不到人群 让民众也可以在这样第一线的 一个环境来讲 认识到艺术家 认识到艺术创作 以及创作对于他来讲 自身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在城市美学 在教育推广 在艺术跟大众之间距离的拉近 我觉得都有正面的一个意义的推广 那但是当然我觉得它有它负面的一个影响就是 因为像这种城市的艺术结果大型的这种艺术结晴 相对来讲他得到了非常多的曝光以及讨论 可是这个不小心被流于被政治人物拿过来作为他政治 就是他只为他的政治表现 那这个表现当中呢 我认为要非常注意到的就是 如何让艺术不要因为服务到政治人物而让作品流于美俗 这个必须要注意的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当然在于 很多的节庆化其实只是烟花式的这个艺术结 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 节庆 艺术节庆化没有不好 但是艺术的累积跟推广 它需要长时间的 长时间的这个投入精力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大型的艺术企业 宁公威尼斯已经上百年了 文件展已超过半个世纪以上 非常多重要的节庆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烟花使了大家来玩玩就结散 它如何能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 然后作为未来 不管在做艺术的推广 或者是我们对于从艺术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都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面 我认为这个是在做程式艺术节的时候 不管是执政者或者是策划人员 包含艺术家 我们都要非常注意到的一个部分 而不要让它只留于作为一个像是正令宣导 或者是一种政绩的表现 最重要是长期投入 艺术的涵养跟推广 它无法它不是一部登篇 无法一触可及 它需要花长时间的时间 一直不断的投入 我觉得这个才能解决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很多艺术节庆化 所带来的负面的效应 对我来讲 笛乐丁就是一个见证城市美学发展的一个 在台湾来讲最好的一个案例 我们最早在规划笛乐丁的时候 是要回到2000年的时候 也都是整整而选一些 那个时候的台湾 那个时候的台北市 其实我们对于艺术真的介入到生活空间 这种公共产业 来自于当时我们所在提赋的一个论述 在解研之后 我们如何去解放我们对于空间的一个思考 都是在那样子的过程当中 边摸索边学习 然后往前推进向上成长 都是在这个过去20年当中 不管是机构乃至于策展的人 还有艺术家 还有城市包含商家 每一个所接触到的相关的人等 人等都在这样子的一种激状交流 这个思考对话的过程当中 慢慢累积出一个数据 台北市深圳在地 非常贴近生活 贴近城市 贴近商家 贴近艺术的一个大型的城市艺术集 所以我觉得 刚刚回到最早我提到的这种 策展人的学习海洋的过程 其实也都是在做中学 就是我们过去所学的经验 或许只是一个非常属于个人式的经验 可是当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碰到 因为碰到不同的人 你会开始思考 我这样子的自然方法 我这样子跟人对话的方式 艺术家进入到空间 乃至于国内跟国际的艺术家 在参与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案例 都是我们没有碰过的 而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它就建立起到属于粉乐丁策划的 一个策展学 一个方法论 在这个里面 我们怎么样借由这种沟通过程当中 达到一种相对来讲 对彼此状况 都是很异象的状态 那我就举个例子 在我们最早在做粉乐丁 进入到城市空间的时候 因为当时在2000年 2001年左右的时候 大部分的大家都不太熟悉 到底什么是当代艺术 你为什么要把艺术品 放入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到后来经过几年的累积之后 其实商家包含住户 包含居民 包含公屋门空间 还有基金会本人 还有工作人本人 但在后来的过程当中 大家因为本乐丁的介入空间 让大家得到了 这个有趣的一种艺术体验 而这个体验转化成 他们对于艺术的一种接纳 到后来在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东区 跟人家讲本乐丁的时候 大家都会笑得常开 然后都很为力气来参与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纪念 艺术怎么去改变 这个城市的一个风貌 这个风貌包含人的 对于艺术的一种看法 我觉得本乐丁在过去这二十年来 有几个我觉得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第一个我想就是 这个东区的空间拥有者 乃至于商家还有什么单位 都是因为艺术 这个参与艺术的介入 大家敞开了新圈 让他们让有些现成的空间里面 开放的让艺术可以介入的 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记得在二十年前 做展览的时候 当时很多东区附近的这些空间 那商家 没有一个墙面是挂艺术 甚至他们没有想到要让空间 释放出来给艺术家 可是如果现在大家也遮去这些空间感 好多商家他自动就会要艺术家来做展览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再来就是 在我的理解在本乐丁在过去二十年来 已经合作过的艺术家 应该是超过上千位 那这个上千位它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了第一个 这个国际文化的交流 让国际的艺术家知道 台湾应该说台北 在做文化推广上面 有一个什么样作业的成绩 第二个 让很多年纪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可以有机会 因应不同的空间而做调整 我觉得这个对艺术家来讲 对艺术家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第三个 在这种国际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国际的这种策划活动的惯例 或者是策划这种大型计划的一些知识 这个对于我们在应用到 如何能让这些相关的经验专业知识能落地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策展能 帮我们艺术家能真实地来学习 这样子 这种所谓大型的城市美学计划 我认为这都具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力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幸运 就是我的学习过程 包含我自己投入到艺术色展工作 在过去这20多年来 刚刚好是台湾的企业 我们也在持续的成长过程当中 愿意将他们的对于社会的 从取之于社会这样的概念 然后再用之于社会 围困于社会 所以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接触到 到了像富邦艺术基金会 然后到台新艺术基金会 还有在后来跟我关系 也蛮密切的中台艺术基金会 那这些 我觉得台湾在过去 从90年代之后的经济起飞 让很多的企业 他们愿意将他们的一份心力 贡献为社会这个事情 让我们当时的这群艺术工作者 有机会共同参与台湾整个艺术生态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企业 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 不应该是只有政府 我觉得它应该是 另外一个是有机会是由下而上 比方从民间的力量 然后来推广文化艺术 它可以补足政府机构 在行政效率上的一些佣足的地方 那么像举个例子来讲 像在过去合作的这几个艺术基金会当中 最大的我觉得我看到改动的地方在 政府企业他愿意把 他手上的经费跟城市 跟国家跟居民来分享 让艺术家有机会可以实践 许多大型的艺术计划 那这样的艺术计划 其实若是放在工部门来讲的话 常常会因为很多的行政官僚的系统 让计划变得非常的 执行在会碰到很冗长的这个时间 然后第二个呢 企业可以把这样的资源释放出来的同时 他也在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 很多的企业他其实 他不单单只是把钱拿出来成一层基金会 然后办活动办展办 甚至在收藏艺术 他甚至怎样让他企业内部的员工 有机会可以从这样的教育训练来讲 能慢慢的去改变企业的体质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像这样子的一种艺术的推广跟投入 你影响一个人 一个人他对不代表一个家庭 所以企业用这样的力量 让他们自己的母体企业也改变 让他所关怀的这样子 相关的艺术的议题也得到了一个相对资源的挨注 也让艺术家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 能大显身手 甚至有经费是直接借由大型的奖项 让艺术家有直接的经费的收入 再投入到另外一个下一个艺术计划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艺术基金会存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扩大了我们艺术的一个资源 让这艺术生态环境持续的发展下去 我觉得富邦和宗泰 当然他们在基金会上面的宗旨有大不一样的奴力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他们最棒的地方就是将艺术推广到这个城市里面来 它不同于我们这种传统的白盒子的美学空间 它让城市的许多机灵的空间 甚至我们无法想象的街角或巷弄 都成了艺术家可以展现大型身手的一个舞台 而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企业它也愿意把大笔的经费投注在一些特殊的相关的计划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个富邦基金会呢 它自己除了光彩城市美学当中 它自己有一个艺术讲堂 它将不同的生活美学 从艺术的 从哲学 从建筑 从设计 从颜色 甚至到测览相关领域的知识 还有市场的内容 都藉由像讲堂这样子的一种课程方式 更多人的机会 不是只有从视觉 它也可以从教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得到知识 得到相关重要的资讯 那像中代基金会 我觉得它很大的特别在于 它不只是当代艺术 它也融入到了当代建筑 还有设计 还有更重要 它对未来跟生活有关的议题 总比较属于未来性的思考 都融入到他们基金会的相关内容的推广 还有对很多老建筑的关怀 我觉得都可以让我们大众 可以藉由这些企业的关注的这个点 然后也认识更多 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发展 satisf的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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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一些 完ii 。